每日龙京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龙京 我是李斌 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种神奇的龙虾 那到哪里去探访呢 这回可是真去的远了 要去到加拿大 那这种龙虾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值得我们如此长途跋涉 飘洋过海的去探访它呢 在这种龙虾的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值得我们去揭开 好了广告之后 咱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 一块去探究吧 每天您都可以参与到 我们栏目的微信当中 来选出自己最喜爱的农产品 其实历史和地理 有时候往往会交织在一起 你想想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联想到一些地方 那当人们来到 某个著名的地方的时候 又会联想到 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那今天呢 我们的记者就是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呢 第一艘救援船就是从这儿发出去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 世界第二大天然深水港 那这次我们美容金莱木组来到这儿呢 是为了寻找当地生产的一种世界文明的海产品 哈利法克斯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省会 北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 哈利法克斯的海产品那么多 记者王岳来找的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天气呢是非常的冷哈 我和马克呢已经是全副武装 现在呢我们就要跟着这个渔民上船出海 嗨 现在我们这个船呢就航行在这个大西洋上 跟随着渔民一起去出海捕龙虾 捕龙虾的地方离岸边有七英里 龙虾一般生活在海底的五到二十五米左右 在近海的地方大概就是五米左右 在云海就深一点 全世界龙虾有四百多种 一般栖息于温暖海洋的近海海底或岸边 加拿大龙虾生活在冰冷纯净 原始的加拿大北大西洋深海海域 那么这种龙虾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船长那儿有GPS 根据GPS定位来确定位置 看来这个捕龙虾已经哎呦 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了 云米达都说已经确定这个龙虾 已经在这个笼子里边了 这个天实在是太冷了 说话的感觉已经有点僵了 天呐好大好多龙虾啊这里边 OK啊 大哥说拿到这里就很安全 哇哦看 它的大小正好 大哥说这个呢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大小了 这个是1.25磅 加拿大龙虾学名叫美洲熬龙虾 是标准的硬壳龙虾 以熬大出名 熬一般会占龙虾体重的三分之一左右 捕捞上来后 为了防止它们相互伤害 都要把龙虾的熬绑住 OK Squeeze Oh I'll try it Squeeze Herd OK There Turn it that way Oh There goes the clock That's ok Oh It's so easy 这还是很容易的 记者发现 每一只龙虾在绑住熬之前 渔民都用手上的工具比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How big How big is lobster Yes Standard Standard 这个大小还蛮常见的 大小刚好非常标准 如果比这个小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放回海里去 那这个长度呢 就是一个龙虾的标准长度 如果说这个龙虾的身体比这个要短的话 就是比较小的龙虾的话 我们就要重新把它 重新把它放回这个海里 继续来生长 那像这个龙虾的话 就会比较小 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它扔回这个海里 之所以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保护这个龙虾 在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海里 能够可持续发展 同时 加拿大政府还规定 美护渔民只配备250个虾龙 带子的母龙虾不准捕捞 夏季龙虾换壳的季节 维修余期禁止捕捞 那么在捕捞季节 是不是每天都去捕捞呢 在50海里以内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 有7海里 每天都去 是的 我们会提前看天气预报 是危险吗 是 哇 好重啊 大家说这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不过这样拿的话 还是比较安全 来看一下 今天捕捕到的 最大的一只6磅的大龙虾 其实大龙虾一般在深海才能捕到 更大的龙虾是趴在笼子外面 熬深进笼子里拿不出来才捕到的 因为北大西洋的海水 常年温度偏低 龙虾生长缓慢 长够一磅重的话 需要6到7年的时间 这个龙虾呢 大概是有6磅左右 那它现在大概是 有40到50岁了 渔民们把笼子里的龙虾取出来 再把空笼里放进耳料 然后放到海里 等到第二天再来捕捞 那么一般一天能捕捞多少龙虾呢 一般一天 一天会捕到500到1000磅的这个龙虾 我上一期觉得很冷了 嘴巴都稍微有点僵硬了 在加拿大 普通渔民拥有捕捞执照 可在离岸50海里范围之内捕捞 大的渔业公司 在50海里之外的区域捕捞 渔民捕捞的龙虾 一般自己不加工 而是直接卖给渔业公司 渔业公司在经过储存包装进行销售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海鲜渔业公司 那么从海上捕捞回来的龙虾呢 在这儿要经过赞养分检等一系列的工序 你看我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赞养池 那么龙虾呢 要在这儿停留24到36个小时 不过在这儿我有个小小的发现啊 他们从海上拉回来的这些笼子呢 都很费劲地用这样红色的绳子 把它们穿起来 那么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原来这儿的每条绳子都有记号 是为了给龙虾建立追溯系统添加的 不同绳子穿起来的龙虾 可能来自不同的海域 那么在这儿赞养龙虾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是氧气检测表 可以让我们知道水里的氧气量 以保证我们能提供足够的氧气 使龙虾存活 我们还需要灌进这些氧气泡泡 来保证充足的氧气 我们一天测两次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我们一直严密监测这个指数 确保一切正常 我们这儿这么多龙虾 要保证它们的状态都是健康良好的 先赞养24到36个小时后 再进行分检 不仅分规格 还用电脑测量龙虾的体液 判断它的体质 来确定每只龙虾 在龙虾宾馆的赞养时间 您看 这个地方呢 就是龙虾的五星期宾馆了 非常的大 看起来特别的壮观 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 叫做五星期的宾馆 他们在这个宾馆里面 到底又享受了一些 什么样的服务呢 哇 好壮啊 David 可以帮我 Open it 这个水好冰啊 哇 你看龙虾在这里边 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冬眠的状态了 我觉得 这里边大概只有36只龙虾 天哪 它这个水真的是很冰 那么这些龙虾要在这样的宾馆 待多长时间呢 龙虾在这个温度适宜的宾馆里冬眠 一般会赞养一个月到半年时间 在下一个捕捞季节来临前 保证市场的持续供应 那么经过赞养以后 是不是依然活力旺盛呢 听说这个龙虾这个熬的力量非常的大啊 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 哇 哇 哇 好紧啊 它已经牵住了 其实如果是手指要这样被它砸住的话 我觉得手指都可能被砸断 天哪 好害怕啊 加拿大龙虾的鳞一大一小 大的主要用来攻击 小的主要用来帮助吃东西 看 这经过赞养的龙虾依然活力旺盛 那么这些龙虾在加拿大当地卖的怎么样呢 每次我出差经过哈利法克斯 我都会买一些龙虾 这是当地的特产味道也很好 价格很公道 家人非常喜欢总是让我带一些回去 龙虾在哈利法克斯一直是硬气的食物 销售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夏天 当然一些节假日食的销售也很火热 人人都爱龙虾 在加拿大 一只普通龙虾的价格一般在六到十加元差不多 相当于两个汉堡的价格和人民币四五十元钱 那么加拿大人都怎么吃龙虾呢 那这位呢就是在加拿大当地烹饪这个龙虾非常出名的厨师Vance Hello Vance Hello to the audience 今天呢Vance呢就要向我们介绍几种在当地非常出名的 非常传统的这个龙虾的做法 OK let's start 现在Vance做的这个龙虾呢 其实就是比较传统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做法 就先把这个水烧开 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个鲜活的龙虾放在这个热水里边煮 在锅里大约是煮十五分钟左右 然后呢再过一下这个冰水 然后直接就可以上到我们餐桌 然后再配上柠檬再配上黄油我们就可以品尝了 虽然说这个做法很简单 但是呢这个做法却保留了这个龙虾最原汁原味的味道 现在这个龙虾已经要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龙虾取出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ance呢 把这个龙虾放到这个冰水里 那这样呢做的有两个 第一呢就是不会太烫手 那第二呢也就是这个热胀冷缩的原理 这个龙虾放进去呢 它肉呢会更加的紧实 这样呢就方便把它的这个肉和壳给分离开来 哇 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龙虾的小杯群 它在这边吃龙虾真的是很讲究 现在用这个夹子呢 从中间把它夹断 然后来品尝到它这个地方的肉质怎么样 Am I right? Yeah OK 我已经能闻到这个龙虾的鲜味了 吃起来这个龙虾的这个海鲜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而且呢这个肉的味道是非常的鲜甜的味道 吃起来呢它的肉质也非常的紧实 太美味了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享受 在当地呢还会用这个龙虾 然后挤上一点柠檬汁 然后再沾上一点黄油 来品尝它的味道 感觉是这个黄油的这个香味 再配上这个柠檬 有些酸酸的这个味道 再配上这个龙虾本身的这个鲜香的味道 很难去形容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味道 但是呢吃到嘴里真的很美妙 我觉得特别享受 特别的好吃 It's very good 刚才记者王月长的就是加拿大最常见的吃法 其实还有很多种吃法 那么当地消费者对加拿大龙虾怎么评价呢 味道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虾肉那种又滑又润的感觉 我很喜欢把龙虾和这些蔬菜搭配在一起 非常好吃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太精致了 不过确实非常好吃 能做就做 我自己经常在家里做龙虾吃 我祖父就是捕虾的渔民 从小就吃 我们家经常吃 加拿大龙虾生活于寒冷海域 肉较滑嫩细致 味道鲜美 富有高蛋白低脂肪 维生素A C D 急钙 钠 钾 钾 钾 铃铁 硬铁 硬铁 硬铜等营养元素含量丰富 那么加拿大龙虾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的龙虾在中国的市场销量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很明显的上升 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加拿大龙虾的喜爱是因为它的鲜甜的口感 现在哈利法克斯的龙虾产量每年能多达800万磅 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运往中国市场 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 龙虾很便宜 龙虾文化的氛围也很浓厚 在不少的商店里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有关龙虾的商品 那么这些商品是不是也很受欢迎呢 好大一只龙虾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哈利法克斯机场的一家龙虾的产品店 那么在这儿呢 不仅是有非常鲜活的龙虾 而且呢 还有像这样已经加工好的熟的龙虾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这个关于龙虾的纪念品 你看 像这个餐厅纸 还有这些 哇冰箱贴 很可爱 还有这些制作的非常精美的杯子 你看 那么作为当地一种特产呢 很多人来到这儿啊 都会带走一些关于这个龙虾的产品 那么哈利法克斯的龙虾 也从此走向了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看到的美洲熬龙虾 产自遥远的加拿大 那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 很值得我们学习 尤其是他们的鲜活物流程序 在漂洋过海 形成万里的运输之后呢 仍然能把极其鲜活健康的龙虾 呈现在我们消费者的面前 这些呢 都是很值得称道的 茶言说的好啊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学习他人的目的就是在于提高自己 好了 每天您都可以参与到 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来 选出您最喜爱的农产品 还等什么 赶紧拿起手机 离日农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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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期日农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